今年選情比較冷喔 選情很冷啊 你看每一個今年總部成立都很晚 不到一個月就要投票 但選情冷嗖嗖 連路上旗幟都比遺忘少 民眾無感到底為哪裝 可能我覺得跟疫情 還有整個環境的氛圍 就是現在台灣人對選舉 也不是那麼有興趣 我在地方跑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對這次選舉 到底要選什麼 也不是很瞭解 很多人以為我要選立委 那選區也不太清楚 物價通膨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民眾現在比較關心的是 怎麼樣能讓自己過的生活 不好一點 肚子都顧不好 又怎麼顧選票 該怎麼吵樂氣氛 從議員到市長都打大咖牌 簡單粗暴 加油 鬥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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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 韓國瑜合體藍營新北市議員 支持民眾出勇 就像小型簽名會 還有總統蔡英文 光是新北市就跑了11次 逐漸有奪拼 除了大咖加持 不少民代也跟著團隊 分頭敗票 發送小物 回顧2018年投票率 台北市65.9% 新北市64% 桃園市60.6% 台中市67.4% 台南市64% 高雄市最高有73.5% 整體直轄市投票率約66% 一般預估 今年投票率可能下修 但要低於六成 不容易 當然會有利於像國民黨 這樣一個傳統的一個候選人 比較有利於他們 因為他們過去在所謂的 裝腳式文化 或者是在請客吃飯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下 其實比較有利於 國民黨候選人 這一次選舉實際上是 執政長的其中選舉 要告訴他們 告訴他們說做得爛 還是會被選票所唾棄 所以呼籲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 投票率下修對誰有利 見仁見智 不過過去選舉常見的仇恨牌 不再管用 甚至有人認為 選情冷正好說明了 蔡政府施政滿意度高 在一黨難以喚起民眾熱情 才使選情及投票率低落 真的是這樣嗎 人民超不滿意的時候 投票率會非常高 為什麼呢 因為他就是要透過 他手上的這一張選票 給執政當局一個教訓 所以在這種時候投票率反而是高的 所以滿意度高 說這個選情就會比較冷清 有他一定的道理 蔡政府的滿意度 如果拿來跟去年跟前年相比 今年他的市政滿意度相對是比較低的 相對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說這個講法的大前提 就已經不成立了 投票率高低多少也影響選情 只能說疫情和經濟 已經打亂台灣民眾對政治的關注 這幾新聞是呂少博參謀道